電車自殺最多的線就是 XX天 日本也有會Delay的線嗎? 我們覺得日本的電車是最準時的耶 大家要公認了 自殺美女的線 晚上6點7點的時候 真的不想走 我真的喜歡 林凱雄大好 要去我台北或者是阿媽家 或是迪士尼蘭的嗎? 在裡面自殺最多的線就是 先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話 跟大家介紹日本的鐵路 對我來說台灣的電車是很簡單的感覺 因為大家知道嗎? 日本的鐵路是欠的太多 而且每個線有自己的測試 我知道日本就很喜歡給很多東西排名啊對不對 最具代表性的店家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最具特色的電車對不對 對 比如說 這個這個線的話 美女很多 這個這個線的話 自殺 人很多這樣子 所以今天 今天的計畫就是 很想吃個 最有特色的電車線路 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 大家都很期待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線 很多很多美女 因為那個線有很多很多很有名很Fashion的吃醬 所以 台灣人來說 如果做那個線的話 我也變成美女的感覺 在日本最多美女的線 就是 東極東橫線 東極東橫線對不對 大家公認了 最多美女的線 為什麼東極東橫線有很多很多美女呢? 因為 東極東橫線的 其中就是 渋谷 然後呢 渋谷還有 西郭 大凱山 中米黒 還有 自由高高 都是很Fashion很高級的地方 所以呢 OL 那個日本的美女的大學生 都是 那邊去 購物啊 還有什麼 吃東西 然後呢 那邊的物料也很貴 房子也很貴 你自己不是多末的時候也經常跑 幾乳高高嗎? 不是我的塾 為什麼你的不喜歡在幾乳高高? 我吃了那個高級的不喜歡 好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電車吃汗最多的線 就是 西郷線 大家都聽過 電車吃汗嗎? 吃汗就會自然而然的跟電車聯繫到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西郷線的話 將跟將的距離是很強 所以呢 一直都在電車裡面 所以沒辦法去 這樣子 而且它西郷線是 塞丹馬跟東京的線 對很強 所以呢很方便 但是很多人做嘛 我大學的時候也常常做西郷線 因為超級方便 然後我也遇到吃汗 但是呢那個時候不是西郷線 沒有遇到吃汗 對啊 我常常做電車嘛 去要的課啊 還有什麼 去學校的時候 做電車 電車吃汗真的很多 那你在西郷線有遇過電車吃汗嗎? 沒有沒有 我對西郷線的印象是很方便 一下子都 可以去埼玉 但是呢 在晚日上 找吃汗的事情 然後很多人說 啊 在西郷線裡面 有很多變態的老闆 不過現在好像西郷線的 鋼管理值也慢慢變少了 因為呢 他們換了攝影機 變態很怕 所以呢 吃汗也越來越少了 而且聽說 裝的那個攝影機是超多的耶 在台車家裡面裝十幾個嘛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夏天坐電車的時候 會有很特別的味道 其實呢 我對捷運的印象是 哇 很fresh的感覺 很新鮮 但是呢 有些日本的電車 哇 連太多真的 連共連的距離感也超級近 而且夏天的時候 超級熱嘛 所以呢 有 電視的味道 所以呢 在日本最秋的線 就是 電營的線 我小學校的時候 我每天坐電營的線 但是呢 電營的線 旁邊有很多很多很高級的 房子啊 還有房子之類 所以呢 電營很多 然後呢 上班的人 真的很多 晚上六點七點的時候 真的不想坐 因為某人跟人的距離感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呢 那邊的美女 呢他們也有香水 自己的香水 啊 比較強的味道 對 夏天的時候 日本人的話 一定要 穿西裝 所以呢 真的很熱 所以 流汗很多吧 所以呢 會有味道 所以那個流汗的汗臭味 加上那個很濃的香水 分在一起的話 有特別的味道 好 第四個 在日本最強的線 就是 山陰本線 六百七十六公里耶 但是如果算連支線 因為電車又有分 主線跟支線嘛 嗯 所以如果把支線的部分 也算起來的話 其實最長的 又會是 東海道本線 東海道本線 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 在日本自殺最多的線 就是 中央線 對 中央線的話 有特急 所以呢 那個四度也超級快 就是直接車過來了 你就沒有感覺 直接就 GG 而且你之前不是也習以為常 你不是有跟我說 你之前 如果遲到的時候 你都會跟老師講說 啊 又發生自殺了 但是實際上 是你跟朋友 跑去吃冰淇淋 對對對 有時候 不想去學校 如果 跟老師說 啊 不好意思 我又到自殺了 所以 電車先停啦 來不及啦 然後老師說 啊 好 OK 因為大家都習慣了嘛 而且有數據統計 就是 中央線 當時 在08年的時候 是有32個站 然後其中15個站 都是有人GG過 哇 好多耶 對 然後這十年間 就GG了快300人耶 哇 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 最會 delay的線 日本也有會 delay的線嗎 對 大家都 這個 誤會 我們覺得日本的電車 是最準時的耶 真的很準時 然後呢 我們的話 不是很 疫苗 疫苗是很重要 所以呢 疫苗也不會遲到 但是呢 有時候 特別是 早上還有 晚上的時候 會delay 然後呢 最 會delay的線 就是 去往首部線 各域停車 如果遇到自殺的話 電車停 對不對 所以呢 一定會delay啊 然後呢 臉太多 你看過嗎 那個 押してる人 我也要做 我也要做 這樣子 哦就是大家硬擠 然後就是硬塞 關門 這樣子的動作的時間 是會delay啊 然後呢 如果 電群連喬炸的話 會有delay 應該是如果電比較多的話 不舒服嘛 所以容易 吵架這樣子 好 第七個 第七個就是 Global的線 國際化的線 哈哈哈哈 拍拍看 我一定知道啊 一定是 觀光客很多人 做那一個線 對 就是 我也每次都做 TOEOL線的話 有一點 因為呢 那個氣氛完全不一樣 而且很高級的感覺 他經過哪裡 有很多很多特別 還有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 六本木 潮溜 還有 新宿 還有 東京タワー 赤羽 還有 都很有名的地方吧 特別是 六本木 六本木有很多很多 夜店 還有很多很多 從外國來的店 比較像新一區的感覺 真的是 對觀光客人來說 真的 一定要做的 自己的 之類 好 第八個 人口最多的線 就是 尾打球線 我對尾打球線的話 有很多回憶 因為呢 我高中生 還有高中生 的時候 每天都做尾打球線 尾打球線的話 那從新宿到片尾打球線的島 所以 那重力感 超級多 而且他 都是經過 人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 世高役 而且做尾打球線 還可以到赤羽 所以連觀光的時候 也會用到 對 可以去很有名的地方 而且聽說他 資料上顯示 他們一年的 客載量 是 7.5億人 好 第九個 第九個就是 在日本最Romantics的線 就是 林凱旋 其實呢 我最喜歡的線 就是 林凱旋 林凱旋不就是你阿嬤家門口嗎 對啊 每次都去阿嬤家的時候 做 林凱旋 然後呢 林凱旋真的很棒 像 去迪士尼的感覺 大崎 大井 天王在路 然後有 小台巴 小台巴是 在東京 約會最幸福的地方 就是 小台巴 如果想要去 迪士尼蘭的話 也可以做 而且晚上的時候 可以 坐林凱旋 去看到那個 東京灣的夜景 要去 小台巴 或者是 阿嬤家 或是 迪士尼蘭的嗎 很激態的感覺 所以其實 Mana最喜歡的線 說不定就是林凱旋 對 林凱旋 大好 第四個 第四個是 流行跟傳統 還有 下一個最多的線 就是 東京 銀座線 啊 やっぱり銀座線 所以呢 女生來的時候 銀座線是 白白 也是 緊緊的感覺 因為呢 銀座線的話 經過 渋谷 Aoyama 還有 Omote-sando 都是很高級 Fashion的地方嗎 而且啊 她又經過 上野跟浅草 對不對 所以呢 很Fashion的地方 到 傳統的地方 所以沒有氣感嗎 沒有 完全沒有那個 氣感的印象 都是Ikemen 就對了 所以 我們男生只要去做 銀座線的話 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帥這樣子 好結束啦 對我們來說 每個線有不一樣的印象 然後呢 真的是有不一樣的氣氛嗎 我最喜歡的是 臨海線嗎 但是呢 不知道 有可能你比較喜歡 銀座線啊 或者是 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派 我是Yamanote-sando 但是我很好奇 在台灣的話 有這樣子的印象嗎 好像沒有耶 台灣的線就這麼多啊 好像還好 但是比如說 黃線就會覺得說 人很多的感覺 啊對 因為是連接 新北市跟台北市這樣 而且這個頻道裡 有日本的粉絲跟台灣的粉絲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分享大家的意見喔 所以呢 一緊接受後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日本的鐵路的區分喔 好 今天的影片到左邊結束 別忘記按讚 按理由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滿了哈囉喔 真的謝謝 SuperSense的大家 讓我們可以繼續拍影片 真的很感謝大家 下次的影片很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喔 那我們拜拜 說到飛機的話 日本的飛機比新幹線便宜 但是會反過來說 因為有時候 機場沒有新幹線那麼方便 因為新幹線的話 對對對 都是在中心對不對 對對對